休斯敦Local News Time 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美剧很高兴在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当中 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们一块来关心一下 发生于Houston和德州的重要消息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方面 在星期三今天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暴风雨 露金休斯顿 那么下雨的机会 30%到40% 今明两天都是一样 虽然有暴风雨进驻 但是最高气温仍然是在华氏90度上下徘徊 并且呢 今明两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臭氧污染 它的浓度将会继续的上升 因此对臭氧有敏感的民众们要特别的留意 到了weekend下雨的机会可能会减少一些 但是对这个气温节节上升的可能呢 还是会让人感觉到浑身不舒服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消息 昨天或许您接到了这一个Amber Alert 这是关于这名14岁的女孩叫Marisol Avila 她是在前天下午就宣告失踪的14岁女孩 警方表示呢 她可能是被一个Subaru的SUV所带走 所以若是您有任何这一个小女孩的讯息 欢迎和警方联络 好另外在德州的议会上面 他们昨天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要将日后呢 在德州的汽车不需要再经过年度的安全检查 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每年年度的安全检查呢 至少是25到30块之间 那么常常有一些不法的修车商 借着安全检查 告诉您有一堆的车子的毛病 要在他的车厂修理 之后呢 他才会给你通过这个年度安全检查 因此现在这个新的法案呢 就是说以后的年度安全检查不需要了 只需要每年的排教税 不过排教税的金额将会多加7块半 但是以后却不用再多付那25到30块钱的安全检验费 对这个法案 有一些人赞成 有一些人忧心 忧心的人呢 觉得政府太相信民众了 少了安检 可能会造成行车时的危险 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 您觉得呢 好再来是在昨天下午于Carno的这一个严重的暴风雨 经过之后 将电线杆啊或是树枝都吹的倒塌 那么其中刚好有两人 他们正在建筑的工地 结果建筑一半的房子也倒塌下来 现在已经知道有两人因此而丧生发生的时间 是在昨天下午四点 除了两人丧生之外 另外在工地还有另外七名工作人员都被送到医院治疗 好再来看一下还是德州议会的消息 那么德州法案 House的法案1933 他表示呢 已经投票通过 就是日后德州的州务卿有权罢免 在德州郡县的这些专门监督选举的官员 最主要还是针对Harris County来的 因为Harris County在过去的两次选举都是出错连连 因此德州立法人员表示 这种情况之下呢 将会由德州的州务卿来接领 那么他们表示 在过去这两三次的选举 看到Harris County的选举部门不停的出错 不论是投票机或是他们的投票纸张 或是开票所开门和关门的时间等等 因此严重警告Harris County 他们的投票官员 若是在这一方面不做改善的话 德州州政府将有权将他们移除 好 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州的司法长 Kim Paxton 他突然在自己的推特上面 叫德州的众议会的会长 也是共和党的成员叫 Date Phelan 叫他辞职 原因是他说他在举行会议的时候 似乎他是有醉酒的情形 所以呢 这是一个让大家非常意外的发展 Kim Paxton并没有指出一个特别的证据 但是却可以从德州议会开会的记录上面 可以看到他们的会长Date Phelan呢 似乎言语不清 好像神志 有受到影响 那么到底这个案件会怎么样继续发展 大家拭目以待 好 另外在Harris County的一名前任警察 现在在法院接受判决 因为他在一年多前呢 被发现他是跟毒品交易 并且利用他的警车来保护一个 载有毒品的车子 Alexander Reyes 他是当时是在Harris County 第一区的警察局任职 那么在昨天的法院判决上 他得到了210个月 210个月 那么大概是至少6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 而且是在联邦监狱 好的 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休斯顿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